此战是以日本为首的轴心国和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军队进行的战争 先后有37个国家参战 共计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 双方动员兵力超过6000万人 1939年9月 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于4年加入法西斯轴心国 以德一日为首的法西斯侵略集团试图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6月22日 在欧洲战场 法国战败投降 日本于1941年7月 进驻并入侵了法国的殖民地法属印度之那 日本的南进举动 出动了英美等国的利益 美英英免等国相继冻结了日本在海外的金融资产 废止通商条约 限制对日本的贸易 至此太平洋地区对抗日本的美英中和战线正式形成 此时的日本以海外的金融资产被冻结 无法购买石油 日本决定加大赌注继续侵略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 山本56认为 一次成功的袭击能带来一年左右的战略优势 1941年11月26日 日本舰队启动 与此同时 为了迷惑美国 日本派代表到华盛顿 与美国政府商讨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法案 1941年12月7日 清晨6时 日军的第一批战斗机起飞开始轰炸 美军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珍珠港内陷入了混乱 一部分美军飞机没有起飞就被击毁 在机场上起飞的美军飞机 不是被日军击落 就是被自己人的防空炮火打了下来 日军飞机俯冲向下 贴着海面将炸弹投向敌人 美军各战舰接连受重创而沉 7053分 日本飞机发挥胡胡胡的信号 表示偷袭成功 此后 第二波攻击的168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 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 在8艘战略舰中有4艘被击沉 一艘搁浅 其余全都受到重创 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 188架飞机被击毁 数千官兵伤亡 而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 和55名飞行员 以及几艘袖针潜艇 这场持续105分钟的袭击 让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打击 但美军的两艘航母并不在珍珠港内 因此逃过一劫 日本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目标 未能全部实现 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传到全世界 美国随即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几乎所有大国都陷入了狂喜 孤立抗击日本的中国 和未能被德国攻占的英国和苏联 终于有了有力的朋友 而德国表示追随日本与美国宣战 1941年12月 在美国遭到重创后 日本将矛头转向了英国及其殖民地 向东亚发起全面进攻 12月7日 日军突然在泰国南部海岸线多处地点登陆 遭遇泰国军队和警察的顽强抵抗 然而抵抗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 泰国决定放弃抵抗 允许日军借到泰国国境 日军挥师南下马来半岛 马来亚战争爆发 12月8日 日军为粉碎美飞军队和美国亚洲舰队 决取资源丰富的美蜀殖民地 日军陆海军航空兵 对美军机场和海军基地 事实突然袭击 菲律宾战亦爆发 同时日军向英国殖民下的香港 发起了进攻 坐镇广州的日军第23军 在司令官九景龙指挥下 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 英军借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 在香港购置了一条醉酒湾防线 结果日军用了不到两天 就突破了这条防线 防守香港的英军 加拿大军队 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 经过多番激战后失败 日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占领香港 在马来亚战役中 三万名日军士兵 沿着马来亚西海岸前进 两支部队的目标是 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 和政治中心新加坡 英军以为 他们已经将新加坡 建成了一座攻不可破的堡垒 他们将所有火力 都部署在了新加坡南部海域 日军派出轰炸机 对新加坡实施空中打击 不到两小时 英军两艘舰艇军被击沉 近一千人丧生 1942年1月11日 吉隆坡被日军占领 英军撤退到了新加坡 当时新加坡的英军 大约有十万人 而日军只有三万人 1942年2月初 日军发动攻击 他们加大了空袭力度 以支援地面部队 英军很快便无力抵抗 乱作一团 平民伤亡人数激增 四天后 日军攻破了英军最后一道防戒 阿瑟珀西瓦尔率领9万多名 英军士兵投降 英国在远东地区 长达200年的殖民地 在不到十周的时间里 就拱手让给了日本 在缅甸战役中 为了保护中国抗战的 主要国际通道 滇敏公路 蒋介石决定 派出十余万远征军 入敏作战 日军采取了快速穿插 断敌后路 然后分割合围的战略 将西线英军包围在了 仁安枪地区 长途跋涉的 中国远征军第38师 在师长孙利仁的率领下 奋勇杀敌 以伤亡522人的代价 避伤日军千余人 史称仁安枪大劫 英军被成功解救 但惊魂未定的英军 已决定放弃缅甸 他们竟然不顾中国军队的安危 单方面撤往印度 致使中国远征军的右翼 完全陷入日军的攻击中 日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 一直隐蔽行踪的日军精锐 号称龙师团的第56师团 突然出现在战场 势如破竹地占据了蜡树 切断了整个中国远征军的后路 缅甸战场形势骤变 中国远征军败局已定 只得全线撤退 当时远征军 还有一条精密之纳的回国路线 但也被日军56师团的 先头部队抢先占领 中缅边境被全面封锁 后有追兵 前方遭到了拦截 数万入缅军 被死死困在缅北三角形的丛林地带 戴安兰的第200师 且战且退 也被陷于日军包围之中 戴安兰本人也身负重伤 托克突围 成了远征军副总指挥 兼第五军军长杜玉明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逃往印度的美国陆军司令总指挥史迪威 发来电报 要他率军前往印度 但要用难民的身份才能进入印度 胡愿意受命于美国人的蒋介石 却严命杜玉明不要去印度 直接回国 第38师师长孙丽人提出折中路线 他建议集中兵力夺回秘之纳 杀开一条血路从东部回国 然而关键时刻 杜玉明选择了绕到野人山回国 并命令38师掩护大军撤退 38师师长孙丽人深知野人山十分险恶 他拒绝走野人山回国 但为了大局 还是在完成了掩护阻击任务后 才往印度方向撤退 杜玉明率领的数万大军进入野人山之后 发生了一系列悲惨的事情 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像一个巨大的绿坛 将天空和大地隔开 进入野人山的部队 仿佛是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阴森世界 遍地腐烂的植被和丛生灌木 根本无路可走 吃的东西不多 吃人的东西却到处都是 蚂蚁 马黄 蚊子 以及各种不知名的鸟类 银散的叮咬无孔不入 各种疾病迅速传播 伤风 瘧疾 登革热 回归热等疾病 在战士们之间迅速传播 此时恰风雨季 行军更加雪上加霜 布玉明在回忆录中说 一个发高热的人已经昏迷不醒 又被马黄吸血 蚂蚁侵袭 大雨冲袭 数小时内就变成了白骨 官兵死伤为累 前后相继 沿途白骨遍野 惨绝人寰 令人触目惊心 大敌在后 险境在前 为了不连累战友 大量远征军官兵毅然自枪 指挥官杜玉明 也在一路哭一路磕头 以至于回国述之时 还不禁失声痛哭 号称中国最精锐的第五军 以平均每天死亡100多人的代价 走了两个多月 被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 这支苦难之师终于获救 到最后 数万大军只剩下几千余人 第210师长戴安兰 因重伤得不到治疗 壮临牺牲 日军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将英军彻底逐出了缅甸 在其他地方 日军同样供物不客 在荷兰的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地区 日军和美军英军荷兰军队 以及澳大利亚军队基战 在爪瓦海战役中 日本舰队击沉盟军 两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2300名盟军士兵阵亡 日本海军和陆军 陆续击溃了盟军的抵抗 占领了印度尼西亚 大部分地区 在菲律宾战役中 四万日军进攻 多达四倍余几的美飞联军 此战中 日本的海军和空军 占据绝对优势 日军有500架飞机 美军只有200架 日军空袭了美军的空军基地 美国空军力量 基本全军覆没 多数战斗机被炸毁 两天后 日军开始登陆菲律宾 菲律宾本地军队 毫无抵抗之力 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 十天后 日军占领了马尼拉 美军被迫撤退到巴丹半岛 1942年4月3日 日军对美军阵地 发起了大规模袭击 经过四天的激战 日军突破了美军防线 两天后 巴丹半岛的7.5万美飞联军 正式投降 美国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麦克阿瑟乘飞机撤离 日本占领菲律宾 日军仅用了六个月 就占领了环太平洋东部地区 他们采取的战术敏捷迅速 打击力度大 被称为东方闪电战 1942年4月18日 美国开始反击日本 美国派出大黄蜂号航母 和企业号航母 在这一批精心挑选的陆军航空兵 千里奔袭 向日本悄悄逼近 16架B-25轰炸机 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 经过无线电镜膜 低空贴海飞行 顺利来到了日本本土上空 开始轰炸日本东京 以及几个日本的大城市的油库 工厂和军事设施 此时的东京 刚刚结束了一场防空演习 不少热情的市民 以为美军轰炸机是演习飞机 并向他们挥手致意 直到这架飞机 扔下一枚枚燃烧弹时 日本人才明白过来 这不是演习是空袭 参加行动的16架飞机 并没有返回 而是继续一路向西 多数都迫降或坠毁在中国 中国人民冒着生命危险 挽救了美军飞行员 遭到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美军飞行员 除少数人牺牲和背部外 大多都平安回到了美国 1942年5月 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航母的战斗爆发 山本56认为 只要向东夺取中途岛和阿流申群岛 向南夺取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岛 恶守珊瑚海控制住澳大利亚 日本就能遏制住美军的反攻 将美国赶到谈判桌上 逼迫其放弃敌队并制裁日本的政策 日军兵分三路南下 图拉吉岛 莫尔兹比港 先后成为了日军的进攻目标 袁中医率领瑞赫号 翔赫号两艘航母 以及第五巡洋舰队 作为机动部队 负责在外围阻击美军 此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得到情报 获信了日军的计划 尼米兹深知 如果日军按照情报中的行动一旦得逞 美澳海上交通线将被切断 美国太平洋防线也将全线崩溃 他决心全力以赴阻止日军的行动 5月3日 日军畏遇抵抗就夺取了图拉吉岛 最后5月4日 日本登陆部队在14艘运兵船 六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的掩护下 浩浩荡荡驶向墨尔比兹港 前来迎击的美军舰队在珊瑚海与之交战 珊瑚海海战爆发 此战是战争史上 航母编队在远距离已舰载机形式首次实施交战 双方军舰都没有碰面 也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公平的意义 日军方面 两艘重型航空母舰锐鹤号和翔鹤号 一艘轻型航母翔凤号 并加四艘巡洋舰 美军方面 两艘重型航空母舰 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 并加三艘巡洋舰 5月6日 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轻型航母翔凤号 美国海军总指挥官弗莱彻立刻决定全力实施攻击 出动攻击机群狂攻目标 翔凤号被击沉 日本约500名水手和飞行员葬身海底 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损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5月8日 双方侦察机几乎同时 发现了对方航母 美军飞机抢先飞临日本舰队上空 并率先发动攻击 日军瑞赫号躲进暴雨区逃过一劫 另一艘航母降赫号连重三枚重磅炸弹 仓皇逃离战场 同时日军舰载机也对美军舰队发动了攻击 美军约克城号首先吃了一枚炸弹撤离战场 随后美国的列克星顿号因体量巨大反应迟缓 接候多次被鱼雷和空头炸弹击中 几小时后 舰体内部发生大爆炸 化为一片火海 此战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日本方面称 以一艘轻型航母被击沉和一艘大型航母被击伤的代价 击沉和击伤美军两艘大型航母 美国则认为成功挫败了日军的南下战略 珊瑚海海战也是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海军第一次进攻受挫 1942年6月4日 日美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途岛海战爆发 日本南下受挫后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56认为 如果能够占领夏威夷群岛 借此对美国本土展开全面空袭 将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而攻占夏威夷的关键就在于攻下中途岛 如果能通过进攻中途岛 使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前来增援并加以歼灭 日本走向胜利的道路就完成了一半 而在此之前美军截获了日军频繁发布的电报 电报中重复使用的AF是中途岛还是阿流深群岛 尚不能确定 为了找出日军的真正攻击目标 美国密码破译专家约瑟夫罗谢福特 用密令发送了一份假情报 称中途岛上的蒸馏场设备坏了 两天后美军截获到日军密电说AF缺少淡水 日军进攻中途岛的计划被美军知晓 此时的中途岛上只有3000名美军约120架战机驻守 美军的海上战略舰在珍珠港被袭击后几乎损失殆尽 美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下达了死命令 原本要三个月才能修复的约克城号 必须在三天内恢复战斗力 经过三天的连续修理 约克城号神奇的重返战场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此战中美军出动三艘航母 大黄蜂号 企业号和约克城号 日军出动四艘航母 赤城号 加贺号 飞龙号 苍龙号 6月4日凌晨 日军108架战斗机对中途岛发起了第一轮空袭 中途岛的美军机场 油库等遭到破坏 早上8时 美军航母开始进行反击 近百架俯冲轰炸机 鱼雷机战斗机 从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与约克城号航母上起飞 美军机群很快在日军灵式战斗机的攻击 和高射炮火压制下伤亡惨重 然而突如其来的美军约克城号航母 大大出乎了日军的预料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中医 慌忙的改变战略 不在空袭中途岛上的美军 而是转向对美军舰队进行攻击 他下令攻击中途岛的飞机 更换鱼雷和炸弹 用来攻击美军舰队 航母上的船员立即开始忙碌起来 要完成一架飞机的换装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战况就此出现逆转 此时的日本护航战斗机 在与美军的鱼雷机进行低空缠斗 日本上空完全敞开 给了美军轰炸机 一个非常好的攻击条件 美军的补充轰炸机赶到战场 发现日本航母上空 几乎没有防空力量 顷刻间 日本的赤城号 加鹤号和苍龙号三艘航母 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点燃 堆放在甲板上的飞机 以及燃料和弹药 引起大爆炸 短短的五分钟内 日军三艘航母接连遭到重创 被彻底炸毁 下午14时 美军侦察机 发现了日军的飞龙号航母 美军航母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派出了30架五重轰炸机 去攻击飞龙号 在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战斗后 飞龙号被4枚炸弹击中 并燃起大火 最终沉没 美军在一天之内 炸毁了日军4艘航母 删本56于6月5日 下令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 但日军还是在6月7日 发射鱼雷 击中了美军约克成号 并使其余次日沉没 此战以日本惨败而告终 美军以损失一艘航母的代价 击沉日本四艘航母 美军以死亡307人的代价 造成日军3057人死亡 使日本继续进攻的势头 被彻底打断 从而扭转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局势 成为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1942年8月7日 瓜岛战役爆发 中途岛海战惨败后 日军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 日本试图将瓜岛在内的新吉内亚 建成海空防御堡垒 继而禁逼澳大利亚 以此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日军派出3000士兵 在瓜岛日夜修建机场 美军决定将瓜岛作为反攻的第一战 战役由此爆发 1942年8月7日清晨 16000名美军陆战队士兵 乘坐三艘航母 23艘运输船等战舰 冲向了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美军陆战役师夜袭瓜岛 一举占领了日本人 辛辛苦苦修建了50天的机场 当晚已有一万多名美军登上瓜岛 岛上的日军毫无准备 扔下设备物资 逃进丛林等待万人 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 立即电告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 要求山本立即出兵 不惜一切夺回瓜岛 8月9日 日本海军中将三川军医率领第八舰队 趁着夜色杀向了瓜岛 日军一串串远程鱼雷 携带着1000磅炸药 奔向了海域南区的澳军的堪培拉号 和美军的芝加哥号 不到五分钟 澳军的堪培拉号就失去了战斗力 仅仅半小时 2000多名盟军官兵阵亡 使称撒卧到海战 8月20日 500名日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美军的火力非常猛烈 日军顿时失衡遍地 血流成河 冲锋立刻被打退 经过半夜的击战 美军派出一个营绕到日军背后 实施两面夹击 日军死伤惨重 此战日军在战场上留下的尸体 就达800余军 美军死伤100余人 史称泰纳鲁河口之战 战斗阶级尾声时 美军派出医护人员 曾试图救治日军伤员 但日军却拉响手雷 与美军同归于尽 为此 美军下令对日军伤员不予救治 8月24日和25日 双方的航母舰队 在东索罗门海战中交战 美军击沉日军航母 驱逐舰各一艘 美军仅一艘航母被击伤 9月10日 日本增援部队穿口旅团抵达瓜岛 由于没有带多少重武器 日军靠血肉之躯发起冲锋 在装备精良 兵力至日军舞会的美军面前 日军战死1200人 只换来了40名美军阵亡 10月13日 日军集结了2万名士兵 200门大炮 75辆坦克装甲车 向瓜岛上的美军发起了进攻 此时岛上的美军 已经达到2万3千人 战据优势的美军 很快让战争局势明朗化 日军降效大部分战死 坦克也多数被击毁 由于美军基本控制了 瓜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可以顺利地向瓜岛运送援军和物资 而瓜岛上的日军陷入了绝望 岛上日军几乎弹尽粮绝 身边只剩下了刺刀 10月25日 成群日本兵呐喊着冲出丛林 美军营地顿时一片大乱 很多熟税的美军 刚刚睁开眼睛就被杀死 眼见战局就要发生转折 但多数日军因饥饿而体力不支 被迫撤退 11月和12月 岛上的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 日本增援7000名士兵 赶往瓜岛准备赴死一搏 美军在火力上拥有绝对优势 但近身肉搏 却不是日军的对手 一旦被日军逼到身前 便几乎注定战死 美军不断空袭 日本东京运输物资的据点 瓜岛上的日军 有将近三周的时间 没有收到物资 日军靠着野果 野菜和树皮冲击 利己 瘧戒 戒选等热带疾病 在士兵中流行 成批的日军死在丛林里 很多伤病员 躺在南建天日的地洞里 慢慢化成了一堆堆黑暗中的枯骨 反攻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 1943年1月4日 反攻无望的日军 正式下达了从瓜岛撤军的计划 日军有一半余人从瓜岛撤出 无法接运上舰的重伤病员 拉响手榴弹自尽 双方历时半年多的争夺 日本死亡一半九千二百人 其中有一半多人饿死或者病死 美军约7100人阵亡 7789人受伤 美军最终完全占领瓜岛 而后又夺取了所罗门群岛 最终夺取了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 美军因此开始进行战略反攻 1943年4月18日 美国发动复仇行动 获益了山本56的行程电报 而后轰炸了其座机 山本56被击毙 中年59岁 1943年5月 美国为了收回被日军占领的领土 阿流深群岛最西端的阿图岛 发动阿图岛战役 5月11日 1.1万美军奔城三路在阿图岛登陆 向2665名驻岛日军发起攻击 阿图岛气候极为寒冷 常年刮着强风 一年间只有约十天左右的晴天 日军决定利用岛上的寒冷天气 全力拖住对气候不适应的美军 美军在光秃秃的荒原上 像四十度以上的斜面上的日军 发起冲锋 找不到隐蔽物遮拦的美军 为了减少损失 只能步步为营 当时岛上气温接近冰点 彻骨寒冷 美军很多人没有预寒物品 只穿着夹军服和半高帮的皮鞋 他们的耳鼻面孔被冻伤 手指脚趾冻得发紫变黑 很多人因此不得不节制 更糟糕的是 由于动土地带处于解冻时期 美军的登陆车和运输车 经常陷在泥里寸步难行 没有办法的美军士兵 只能靠人力拉着火炮前进 甚至排成人龙 守地守地向前线传送弹药和物资补给 美军不断利用箭炮和飞机进行轰炸 为弥补武器的劣势 日军决定利用岛上地形的优势 采取齐齐战术 在雾牛山和虎山之间 日军从三个方向 突然朝山谷里的美军发起攻击 美第十集团团长鳄尔战死 美军陷入混乱 损失巨大 从此 这个山谷便被美军称为杀戮山谷 美军利用猛烈而精确的炮火攻击 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 然而 美军士兵一次又一次进攻冲锋 都被顽强抵抗的日军打退 日军发起万岁冲锋 两军发生了惨烈的白刃战 5月21日 日军兵力减少到1000人 此时的日军已濒临绝境 但他们没有从岛的西部撤出 而被困在东部的洞土高山上 频繁遭受美军的飞机轰炸 和大口径箭炮轰击 伤亡惨重 同时食物将尽 药品被用光 5月29日 美军已经利用夜袭突击 占领了日军几乎所有的阵地 山崎宝带将残存的300多日军召集到一起 日军重伤员就地自杀 山崎宝带亲自率领 剩下的日军端起刺刀 甚至是削尖的木棍 向美军发起了自杀式冲 日军从包围圈里高喊着天皇万岁 发起疯狂的冲锋 美军的阵地一个又一个的遭到突破 残余的日军 居然一直杀到了第七部兵师师部附近 美军工程兵纷纷拿起武器反击 最终这批前副后继冲锋的残余日军 全部被击毙 阿图岛上2665名驻岛日军 除27人自杀未死被俘外 其余全部战死或自杀 1700多名美军伤亡 此战过后 日本方面开始用玉碎一词代替全军覆没 1943年6月 盟军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 新极内亚和菲律宾 发动车轮行动 向新极内亚的日军发动了攻击 此战 美军采取两面夹击 东线部队从新桥之亚岛 和布甘维尔岛发起攻击 西线部队则从巴布亚新极内亚发动袭击 此地茂密的热带丛林 和恶劣的气候条件 使美军行进缓慢 将近九个月后 两支部队终于会合 将日军拉包尔基地包围 拉包尔基地有十万日军把守 美军采取包围 轰炸 阻断日军补给的策略 美国海军对日军的主要补给线 塔拉瓦和马金岛两座岛屿 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轰炸 随后 美军展开登陆作战 他们轻松地占领了马金岛 但在塔拉瓦遇到了日军的猛烈袭击 塔拉瓦岛上到处都是疯狂扫射的机枪 日军企图用火力阻断美军的进攻 在战斗的第一天 就有1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阵亡 或身负重伤 接下来的两天 美军通过正面进攻 一步步将日军击退 火焰配射器是摧毁日军据点的有效武器 委居耗时三天 才将日军全部消灭 塔拉瓦岛上的4200名日本士兵中 极有17人被活捉 日军展示了永不投降的决心 他们将誓死战斗 战争形势非常严峻 日本派重兵把守的拉鲍尔 非但没能阻止美军前进的步伐 反而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物资 驻扎在拉鲍尔这支日军部队 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守军才投降 1943年10月 由于缅甸战役的失败 滇缅公路被切断 中国失去了取得国际援助的唯一路上通道 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更加的艰难 为配合中国战场 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 重新打开中印交通线 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动 缅北滇西反攻战役 中国远征军再次负免作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 负责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讯 由史迪威担任总指挥 罗卓英担任副总指挥 郑栋国担任中国驻印军军长 孙立仁担任副军长 兼新编地三十八师师长 廖耀湘担任新编地二十二师师长 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 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在云南楚雄 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下辖有宋西连的第十一集团军 和霍奎章的第二十集团军 1943年10月24日 铸印军反攻计划开始 行动代号安纳吉姆 第三十八师 及第二十二师 从野人山迂回包抄 向日军的湖康河谷的据点新平阳发动突击 两军激烈交战 到了10月29日 三十八师攻下新平阳 日军第十八师团立刻率55连队增援 但被国军击退 国军部队将军队推进之大落 两军与此形成对峙 12月 孙立仁亲率援军来到新平阳 对日军展开攻势 在七天的交战后 歼灭日军400余人 日军第十八师团败退 逃离战场 中印公路于1944年1月1日开通至新平阳 指挥部也推进至此 此时的陈诚 因并辞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职位 魏立皇成为中国远征军新的总司令 1944年3月 日军企图攻占印度的英塔尔 以牵制盟军在缅北的攻势 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 要求中国方面支持前线 第二十二师 在第三十八师协助下 包围并占领了日军第十八师团所在的孟关 日军十八师团败退至瓦鲁班 第二十二师与第三十八师又联合快速南下 向瓦鲁班的日军发起进攻 一举击溃了日军十八师团的主力 并缴获大量武器 史称瓦鲁班大姐 此时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人数达到4500人 并退守至松山 3月14日 新义军将战线推进至孟拱河谷 在盟军的计划之下 第二十二师 第三十八师 第三十师 第五十师 与美军联合攻击 围攻秘之那 与日军第十八师团的第一百一十四连队展开交战 最终驻守的三千日军全部被歼灭 秘之那被一举攻下 重新打开了缅北的交通枢纽 而盟军于此处驻扎两个月 进行整修并保护秘之那 此时的新义军 扩编为新义军与新六军 由孙力仁担任新义军军长 廖耀香担任新六军军长 新义军于六月攻下孟拱 并将进攻目标 指向巴末及伊洛瓦底江 企图将此处日军击退 避免敌人再有反击或骚扰的机会 在中国驻印军进攻缅北时 中国远征军也开始行动 第十一集团军 及第二十集团军 准备横渡沐江 从滇西杀出 攻向腾冲及龙岭 将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部击溃 并重新占领纳术 完成安纳吉姆计划 1944年5月11日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 成功渡国沐江 第二十集团军 第五十四军向日军发动攻势 展开了一系列的要点争夺战 双方血战至腾冲一带 开始僵持 到六月一日 第十一集团军也渡过怒江 十一集团军第二十八师 于六月四日围攻松山 但在日军第十八师 第113连队的防守下 久功未过 在松山的日军具险死守 第二十八师伤亡惨重 魏力皇即派第八军第一师 开普松山 接替第二十八师 从七月一日起 第八军以三个师的兵力 发动了九次进攻 官兵直接冲上日军阵地 展开肉搏战 阵地依然久功不克 到九月七日 第八军用十吨TNT炸药 炸开了松山的顶峰 日军113连队 1300人全部被歼灭 随后第十一集团军 朝隆陵方向进攻 在腾冲的第五十四军 于九月十四日 歼灭日军2700余人 收复腾冲 腾冲也是抗日战争以来 古民党军收复的第一个 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在龙陵战役中 双方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 伤亡极大 国防火力不足 日军突围无望 战至11月6日 才全部攻克 龙陵外围据点及市区 日军大步被歼 龙陵战役 是丁西反攻中 持续时间最长 所动用兵力最多的会战 避伤日军一万余人 至此 丁西的日军 已经大部分被歼灭 10月16日 新义军与新六军联合向巴默进攻 此时的日本发动 号称一号战役的玉香桂战役 桂阳告急 新六军调离前线 前往支援桂阳战线 留下第五十师与新义军 继续攻打巴默 战至12月15日 巴默被新义军攻陷 到1945年1月15日 新义军拿下南堪 1月19日远征军拿下碗钉 最终两军一同进攻盟友 并在此会师 这象征着缅北的完全开通 也意味着驻印军 终于可以由安全的道路 回到中国境内 1945年1月28日 中印公路在碗钉进行通车典礼 此时来自盟军的物资 终于可以再次由南方顺利进入中国 加速了中国军队 在境内对日军的反攻 远征军的任务胜利完成 开始撤军返回中国 但驻印军的脚步 却还没有完全停下 新义军与武士师 兵分两路南下 新义军势如破竹 一路攻下兴危 最后取下蜡树 完成安纳吉姆计划 武士师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迅速攻克南渡 西宝 南烟 在三个月内挺进600公里 日军死伤人数高达3500人 3月30日攻下乔梅 与英军会师 至此 在缅北的日军 基本都被驱逐 驻印军的任务 也宣告圆满结束 并凯旋班师 缅北滇西战役 至此结束 此战中国军队 已伤亡约6.7万人的代价 共歼灭日军4.9万余人 是中日抗战以来 中国军队少有的 能与日军弑军立敌作战的时刻 尤其以高度现代化的 孙立仁将军 率领的38师 更是歼灭日军 3万3千余人 碾压了敌军 孙立仁将军 已是抗战中军级单位将领中 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 有丛林之湖 东方龙梅尔之称 缅北滇西战役 也被称为东方的诺曼底之战 此时缅甸内部的日军 已经名存失望 原本支持日军的缅甸政府 也在此时转投盟军阵营 1945年4月 英军重新夺回曼德勒 日军不久后 弃手阳光 最终英军在5月2日攻下阳光 彻底将日军逐出缅甸 1944年1月 美国海军继续向马绍尔群岛挺进 美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尼米兹 希望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先派出飞机 对马绍尔群岛的空军基地 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轰炸 随后突击部队展开了行动 平坦开阔的罗伊岛 很快就被占领 在树木丛生的夸甲林岛和纳木尔岛 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美军用火焰推射器和炸弹发起攻击 日军则用自杀式的死亡冲锋 来进行最后的抵抗 日军有8000多人阵亡 而美军的阵亡人数不到400人 紧接着美军开始向其他岛屿挺进 为减少伤亡 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迈克阿瑟 实施挖掉战术 对日军重点设防的岛屿为而不公 即以海空军实施压制和封锁 美军切断了特鲁克岛的补给 岛上的一小说日本守军 直到战争结束时仍在进行抵抗 日本守军不仅无法发挥出战斗力 反而还得面临孤立无援导致的后勤困难 反观美军像是放生野外的青蛙 在太平洋上尽情地跳跃 在整个马绍尔群岛战役中 美军伤亡约2200人 日军伤亡即被俘约1.1万人 1944年6月 美军利用跳岛战术 迅速抵达马里亚纳群岛附近 攻下该岛后 美军就可以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补给线也会被切断 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中心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向天皇保证 绝不会丢掉塞班岛 6月11日 美军突袭塞班岛的日军机场 刚刚集结完毕的日军航空力量 来不及做出反应 在机场全军覆没 6月15日 美军开始登陆 连阵以待的日军火力全开 迅速造成美军上千人伤亡 美军随后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 除了军舰和飞机的助攻 登陆美军的补给也非常充分 美军的大炮每小时的供应量是800发炮弹 每艇机枪有一万发子弹 是日军的10倍以上 多次遭受日军夜间偷袭的美军 此次发射了成千上万颗照明弹照亮整个战场 成为火把子的日军 全军覆没 日军主力几乎被全肩在海滩上 退到山里的残余兵力 只剩下了6000人 没有火炮 食物 以及水源 为了减少消耗 很多日军伤兵自杀身亡 美军开始用手雷和火焰喷射器 逐个清理日军藏身的毒 消息传到东京后 日本决定派航母舰队展开救援 但日军的行动被美国潜艇发现 美军派出主力舰队拦截日军 双方爆发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场航母战斗 马里亚纳海战 此战 美军出动15艘航母和900多架飞机 日军出动9艘航母和将近500架飞机 双方进行疯狂对射 整个天空如同白昼 美军方面在珍珠港事件后 对雷达非常重视 在航母上配置了世界上最好的雷达侦察系统 在巨大的炮火声中 日军的战机被不断的击中坠落 仅仅10分钟 日军出动的246架战机几乎被全歼 而美军方面却几乎丝毫无损 在第二波攻击中 日军竟然发生了20架战机 同时被击中掉落大海的宏大场面 马里亚纳大海战被美国人戏称为 马里亚纳烈火机大赛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 已经完全变成了被动挨打的一方 此战 美军击毁了日军三艘航母 300多架战斗机 美军方面损失了80多架战斗机 此战过后 美国海军成为太平洋上的霸主 马里亚纳海战惨败后 日本救援计划彻底失败 马里亚纳军岛上的日军守军遭到惨败 此时塞班岛上的民众陷入了疯狂的自杀 当时流传 如果投降了美军 美军就会用卡车碾死他们 用火烧死他们 让他们死得极为痛苦 因此塞班岛上的民众纷纷选择了自杀 数万名日本平民 为了步伦为战俘而跳下了悬崖 此战超过41000名日本守军丧生 美军也有3000多名士兵阵亡 两周后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马里亚纳军岛的关岛和天宁岛登陆 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 但日军未能阻断美军的进攻 美国海军最终占领了马里亚纳军岛 1944年10月 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海战 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航母对战 白特湾海战爆发 在马里亚纳战役惨败后 日本方面决定 投入日军剩下的大部分力量 同美军来一场决战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 和西南太平洋方面最高司令官迈克阿瑟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尼米兹认为 美军需要先攻占台湾 接近中国大陆 切断日军海上的生命线 而迈克阿瑟曾在菲律宾战役 被日军击败 从政治上倾向于 对菲律宾的日军进行打击 最终 美国陆军的主张占了上风 美军主力开向菲律宾 大战爆发 1944年10月20日 美国派出一支两栖部队 进攻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 美国海陆两军 共出动了17艘航空母舰 12艘战列舰 18艘护卫航空母舰 和1500架飞机 日本联合舰队 出动最后仅剩的4艘航空母舰 9艘战列舰 和200架飞机 为了阻止美国的进攻 日军指挥官召集志愿者 加入了一支特殊的部队 这支部队被称为神风特攻队 这是一支具有自杀性质的赶死队 对美国舰艇编队 登陆部队 及固定的集群目标 实施自杀式袭击 10月20日早上10点战斗爆发 在整整一天中 美军共动用了250余架舰载机 对日本舰队 实施了5次大规模空袭 在这5次大规模的空袭中 60%的美军 都对准了号称 全世界最大的超级战列舰 日本的武藏号 面对勇猛突来的攻击机群 武藏号全舰152门大小火炮 一起开火 支撑了一张空中火网 但依旧阻挡不住美军的进攻 五轮空袭下来 武藏号被命中了20枚鱼雷 17枚重磅炸弹 最终葬身海底 1300多名日本士兵葬身大海 日本战略舰编队 还未正式出击 就遭到重创 此时的日本计划 用四艘航母 以右美军航母追击 然后用大核号战略舰 突袭参与的美军舰队 并加以歼灭 此次计划被顺利执行 美军的一支由护卫航母组成的非主力舰队 击沉美军一艘护卫航母和三艘驱逐舰 在骑袭胜利后 日军骑袭部队害怕美军主力部队赶来增援 于是开始撤退 而追击日军航母的美军主力舰队 击沉了日军最后的四艘航母 彻底摧毁了日本的航母力量 显赫意识的日本海军迅速走向了覆灭 10月25日 第一批神风特攻队士兵 在引下绝命九之后出发了 他们的目标是美国的舰队 美国圣罗号护航航母被击沉 其他两艘舰艇也严重受损 更多的自杀式袭击接踵而至 这些袭击不仅仅局限于空袭 日本士兵甚至在身上捆满了炸药 潜入美军坦克的底部 美军的行进速度受到了影响 但美军还是赢得了此次战争的胜利 在整个莱特湾海战中 六天之内 日军与盟军投入船舰总吨位超过200万吨 美军损失了三艘航母 其中一艘被舰炮击沉 两艘被日军的神风特攻队炸毁 而日本的四艘航母全军覆没 此战过后 除了陆上基地的飞机外 日本海军几乎已不复存在 美国取得了太平洋地区绝对的制海权 随后美军用了两个月将整座莱特岛占领 七万多名日本士兵阵亡 近一万六千名美军士兵丧生 防守莱特岛的是臭名昭著的日军第十六师团 这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部队 在莱特岛遭遇了灭顶之灾 莱特岛上日军的物资补给 被迅速消耗殆尽 退入丛林的第十六师团 开始了他们的恶劣 日军所到之处 飞紧走兽 抖落荒而逃 树皮 草根 昆虫 全都成了他们的食物 日军成群的病死饿死 有的饥饿的日军 甚至自相残杀 吃掉战友的尸体 据一个日军士兵回忆 他亲眼见到四位战友 杀掉了熟睡中的少尉 尸体的大腿肉 被提取仅剩下白森森的骨骨和公骨 包括脚掌底下的皮 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 菲律宾丛林中 一种叫回归热的瘟疫 患者会周期性地持续高烧 一直到饶肝气血 命丧黄泉为止 当整个菲律宾战役结束的时候 菲律宾的日军 病死饿死的人数 超过了战死者的十倍以上 第十六师团共有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人毕命 幸存者仅六百二十人 1945年1月23日 美军继续向吕宋岛推进 美军用坦克 大炮 台积炮 以及火焰喷射器摧毁了日军大量据点 最终美军付出了4.7万人上亡后 造成日军21万人上亡 美军占领吕宋岛 随后攻占马尼拉 麦克阿瑟终于实现了 他胜利重返菲律宾的承诺 日本在菲律宾死战数月 最后仍被盟军击败 此战过后 日本与南部海域的海上交通线被彻底切断 盟军紧接着开始攻击硫磺岛 冲绳岛等地的日军 1945年初 美军开始将目光转向 被日军占领的硫磺岛 硫磺岛距离日本本土 只有大约一千三百公里 可以作为美军攻打日本的重要基地 硫磺岛因岛上覆盖着一层 由火山喷发造成的硫磺而得名 岛上布满了硫磺 产不出粮食 水资源也很少 除了采硫磺的工人和渔民 几乎没有人在这个岛上居住生活 为了守住这座仅有二十一平方公里的孤岛 日军派遣了两万三千名士兵 由日本天皇归下第一猛将之称的 立林中道指挥军队 1945年2月16日 到达硫磺岛的七万美军 在三天内 倾泻了两万四千吨炮弹和炸弹 将硫磺岛轰炸成一片焦土 待日军阵地隐蔽在地下 损失 微乎其微 2月19日 美国海军舰艇猛烈炮击硫磺岛 与此同时 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 突然间 日军的炮火铺天盖地般袭来 硫磺岛上的日军指挥官 逼林中道 命令部下等到美军靠近后再开火 日军从一系列油隧道 洞穴和掩体组成的防御攻势中 发起猛攻 海滩上的美军 遭到巨大的伤亡 美军海空力量 做出了快速而有效的反应 航空母舰携带的战斗机 对日军火力点进行促冲攻击 向日军火力集中的地方 投射了汽油弹 一天之内 又有近4万枚炮弹扑向日军 美军众多的坦克也趁势而上 逐个清除日军火力点 在第一天的作战中 美军负伤2547人 阵亡566人 而日军伤亡总数却不到500人 美军伤亡人数 是日军伤亡人数的6倍以上 但美军还是攻占了滩头阵地 向折波山发起进攻 从16日至18日三天里 美军除了舰炮火力外 护航航母的舰载机也全力出击 向日军阵地发动猛烈空袭 而塞班岛的轰炸机也前来驻战 对硫磺岛进行轰炸 日军死守阵地 美军推进的异常艰难 经过三天的奋战 美军部队才爬上陡峭的山坡 2月24日 利林中岛命令士兵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军 战死在这座岛上 就是对天皇尽忠的表现 这意味着美军 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经过六周的激战 美军终于在三月底 消灭了残余日军 在整场战役中 交战双方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岛上的两万两千多名日本守军 除二百多人被俘外 其余全部被消灭 美军方面也损失极大 将近七千人阵亡 受伤人数超过一万八千人 1945年3月 太平洋战争最为血腥的战役 冲绳岛战役爆发 美军占领硫磺岛后 面对惨烈的伤亡 日本人没有表现出动摇的迹象 美国人终于意识到 仅靠战略轰炸 根本无法迫使日本投降 全面登陆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 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冲绳岛距离日本本土 只有五百六十多公里 攻下冲绳岛 美军就能全面登陆日本 攻入日本本土 此战中 日本方面出动约八点六万余人 以及海军基地部队 和由岛上居民编程的特编团等 共十万余人 指挥官是第三十二军司令官牛岛满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此人生性勇猛 此时日军的装备已经快打光了 资源也要耗尽了 手里只剩下了数千万日本民众的生命 日军围绕着这些仅剩的资源 制定出了大量作战计划 而所有计划的核心就是自杀袭击 没有制空权 也没有制海权的日本 计划开出自杀式攻击的神风特攻队 摧毁冲绳岛周边的敌军舰队 全歼美军登陆部队 同时 日军还煽动当地人 大量散发船单 称为战争动员 让民众宁死 也不能让美军登陆冲绳岛 美国方面 集结了四十五点二万兵力 一千五百余艘艇 两千五百架飞机 从1945年3月23日起 美军连续两周 对岛上实施舰炮和航空火力攻击 攻击力度是盟军诺曼底登陆时的二十倍 每日之间 太平洋上的最后一场登岛大战一触即发 1945年4月1日 美国陆战第三军和陆军第24军 共18万人杀下海滩 但未遇到顽强抵抗 六万名美军士兵成功登陆 并向内陆推进了三公里左右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更多的美军相继登岛 并在岛上全面推进 4月4日 日军防线被美军一分为二 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北挺进 陆军部队则向南进发 在北部推进的美军 依然只是遇到零星的抵抗 美军只用了三周 就将在冲绳岛北部的日军清除 但南部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 美国陆军部队在这里遇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 日军固守防线长达十天 如果一个阵地守不住 他们就撤退到下一个阵地 继续发起疯狂的反击 与此同时 日本神风特工队队员 集合喝下最后一杯清酒后 登上了他们的飞机 超过700架飞机 朝冲绳岛附近的美军舰队飞去 其中一半由神风特工队队员驾驶 4月7日当天 美军有两艘驱逐舰被击沉 还有24艘舰艇被击伤 4月12日 日本海军决定出动舰艇 实施自杀型攻击 日本最大的战略舰大和号 奉命装载只够抵达冲绳岛的燃料 尽可能击沉更多的美军舰艇 但这艘巨型战略舰 在驶向冲绳岛的过程中 就被美军发现 大约400架美军战斗机 同时发动攻击 两小时内大和号爆炸 1945年4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 美国上下一片悲痛 日军趁机大作文章 大肆散布了一批 题为美国的悲剧的传单 声称特工作战将击沉所有战舰 并使无数人成为孤儿 日本的自杀式冲锋仍在继续 日军自杀式飞机 在不断地袭击美国舰队 除此之外 日军的赶死队员 怀抱炸药 采取自杀攻击方法 炸毁美军坦克 然后对失去坦克掩护的 美军步兵搭起冲锋 美军在日军冲击下 节节败退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美军吃力地向南部地区推进 与之前一样 一旦一个阵地被攻破 日军就撤退到下一个阵地 然后新一轮激烈的攻防战继续上演 美军的伤亡人数迅速飙升 仅仅第一个月 美军就有几千名士兵 在战场上毙命 而结束战斗依然遥遥无期 美军推进速度非常缓慢 有时候需要一米一米地推进 一个房屋 一个房屋的争夺 日军埋涉下的地雷 以及无处不在的狙击手 更是大量杀伤美军士兵 美军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1945年5月底 日军弹药几乎消耗殆尽 部队人员损失过半 牛岛满下令将冲绳岛的孩子们 投上战场 与美军的坦克和火焰喷射器 进行肉搏 冲绳岛上的中学生 组成铁血旗黄军 很多人拿着刀冲向坦克 小学生被抢破背上 自杀式炸药包 赤手空拳地冲向美军 到最后 连被征用为护士的女中学生 也被派上了战场 最终参战的学生 有一半战死沙场 6月4日 一支新增态的美军部队 在冲绳岛首辅纳瓣以南登陆 战况依旧激烈 直到6月17日 日本守军才开始出现溃败的迹象 5天后 日军全面崩溃 牛岛满托付自杀身亡 在自杀之前 又一次进行了屠杀 冲绳岛上的居民惨遭屠戮 持续近三个月的冲绳岛战役 终于宣告结束 美军占领了冲绳岛 此战中 冲绳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居民 在战火中失去了生命 10万名日军士兵 战死或被俘虏 美军遭受的人员伤亡 超过了8万人 美军第10军团 司令官巴科纳中将战死 成为太平洋战争中 美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士兵 因目睹战争残酷 导致精神出现问题 冲绳岛战役结束后 美军计划登陆日本本土作战 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认为 应该让英国和中国参加 对日寇的最后决战 麦克阿瑟知道 进攻日本本土 将是太平洋战场上 最惨痛的一战 日本方面叫嚣一亿玉碎 让天皇玉碎 让日本化为一片疆土 重创美国 麦克阿瑟预计 此战需要付出 50万人的牺牲代价 而冲绳岛战役的残酷 也让美国对日本 动用了原子弹 最终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 美国未能发动预计的一战 太平洋战争至此结束 美国未能发动预计的 美国未能发动预计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未能发动预计的